有朋友给我推荐说到了沈阳以后一定要吃一下这个西塔大冷面 也是这个沈阳比较出名的一个特色吧 算是东北特色 这边就是西塔这边 为什么叫西塔呢 我以为有个塔呢 原来这个地方叫西塔 西塔大冷面 这边都是小菜呀 太快了 我刚电话就上来了 哇 这个大冷面里边这么多人呢 看一下它这个冷面啊 这个冷面好像比较粗啊 这屋人太多了 有点炒 咱们来喝一口汤吧 我要这个是酸甜的 我们已经尝了 味道还可以吧 反正是在这边应该是挺出名的 也是朋友推荐我的 你看这人呢 这么多呀 它这边一共是两层 这边是菜单 看一下 西塔大冷面主食 它这里面什么都有 这个冷面跟我家里面不太一样 它这个比较粗 我要这个是酸甜的 汤一定要喝的呀 比较筋道 有点不太好嚼 现在我们已经吃完厨来了 那里边人好多呀 特别特别吵 最后感谢那位朋友的推荐啊 等明天呢 我再去那个沈阳故宫 还有那个北陵公园等等一些地方 还有哪些地方大家可以给我推荐几个 谢谢大家